你是怎么克服紧张的情绪让发挥保持稳定的 克服紧张的情绪就是 我今天好像听到别人说我心跳有到150几 然后下场他们就差点给我交救 就是我也不知道 就是我好像有个毛病 就是我在脚翼比赛的时候 其实我就会心跳跳很快 然后包括之前参加那个冰舞也是 其实我在上场前就是心跳很快 可能唯一让自己缓解的办法就是不要坐着 就所以就是从头到尾 我基本上在就是在比赛的时候都是站着的 我怕我坐着我的那个心跳会坐不住 就是之前你在采访里面说 射箭已经成为你的日常爱好了 那你会把这个当做你日常调节压力的方式吗 会的会的 我相信以后在我四五十岁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有了超级新运动会之后 我会觉得我的晚年生活会丰富多彩 对就比如说像我重新的人嘛 我又爱打麻将 然后又多了射箭 然后滑冰这个我也会把它当成爱好继续下去的 那可能在未来会有很多新的项目 可能到时候我会是一个可能焕发精神的一个 就是走在时尚前的老头吧 我觉得其实蛮开心的 我会想到我的晚年生活会非常的丰富多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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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